OK 这一小节我们讲接口 就是我们界面已经讲完了 然后界面讲完之后 界面肯定要去点击一些按钮 然后触发一些请求 对吧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请求 这个接口给大家讲完 然后还是要回过来 技术方案 其实就是我们在上一章 已经基本上说烂了那个图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还是要再看一遍 就是我们争取每一章都看一遍 让大家熟距于胸 学完这个课程之后 你能自己默写着 把那个图给画下来 这是我的目的 最后开发接口 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图 来开发接口 然后这个图呢 大家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 对吧 那我们再去根据 我们现在的这个需求 就是修管用户信息的 这个需求看一遍 就是页面 就是通过VIO这个路由 给出的这个页面 是我们这个刚才刚讲的 那个用户信息设置的 那个页面对吧 API呢 就是我们将来要注册到 这个API路由下面去 然后这里面我们需要 使用的API 有修管用户的记理信息 然后修管密码 然后推出登录 当然还有一个辅助的功能 就是特别上传 然后校验 校验我们这儿呢 之前已经在页面显示的时候 已经写了一个什么 已经写了一个登录校验了 对吧 然后登录校验 我们还会用在 我们接下来开发的这个API中 OK 然后那个控制器里面 业务逻辑 到时候我们会在 验路由的时候去用到 然后发动格式 也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方式 来去统一 然后Cache 我们现在还用不到 先放一放 然后Service 就是数据处理 就是数据处理 当然我们修管用户信息 修管密码 都需要用到数据处理 对吧 然后格式化这块 就是还是用我们之前 用户格式化那块的 就是最主要格式化 那个用户的门人头像 因为头像如果是空的 我们需要格式化 一个门人头像 对吧 那头像如果是有值的话 比如说我们修改 用户基本信息 我们把头像传上去了 那这个地方就 没必要格式化了 对吧 但是它也算是格式化的 一个 判断的一个准则之一 对不对 也是属于格式化的 一部分 好快 最后就是 通用了这个 Sickleize的这个 定义模型 逢量操作等等这些 它支持MySQL的 一些操作 对吧 就是反正最后 数据通过这一通 下来之后 最终肯定是落到 这个MySQL这本来的 好 按照这个逻辑呢 我们就继续开发一个接口 就是图片上传 我们先把图片上传 做出来 因为这个图片上传 它是个通用的接口 它可以用在我们 这个修改用户基本信息 它也将来会用在 我们创建微博的时候 微博也会有 可以支持这个 图片上传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成通用的 一个接口 它不是归属于 某一个业务的 我们使用Core2 做图片上传 我们需要用一个工具 就是这个 Formable Update Core2这个工具 大家可以去 NPM官网里面去搜 搜出来之后呢 你看到结果 就跟我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需要安装 对吧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看怎么用 大家看它用法呢 就是要引用Core2 然后引用Router 然后把这个 参加的引用进来 引用进来之后 它在这个路由里面 我们看路由里面 它是用Post的 这个方式来去 传建一个路由 然后它去把那个什么呢 把这个 Core2放这个东西呢 给它执行一个函数 它返回一个中间键 然后这个中间键的作用呢 就是把我们的 接收到图片的文件 然后传到 我们的服务端 并且保存下来 但这个时候保存下来呢 它其实是保存在 一个什么呢 保存在一个 临时的一个目录下 比如说 我们的图片文件 通过这个工具 传上来 是保存在我们电脑 或者服务器的 某一个临时文件下 这个临时文件的位置 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 cds.request.files 去找到这个临时文件 并且把它 移动到我们想要的 文件目录中来 就移动到 我们想要的文件 目录中来 然后这一步 就完成了 我们的图片上转 然后既然是 需要移动文件 有些个文件操作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引入 第二个工具 就是这个fse fse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我们 Noradjus本身的 这个fs模块 就是这个文件处理模块 它做了一个e 就是extend 就是扩展的意思 这个工具或这个插件呢 它是依赖于 Noradjus自己的 这个文件模块 比如像这个fs 叫什么 fs叫什么 它是依赖于这个 然后它自己 做了一些扩展 这个扩展最明显的 支持什么呢 它支持promise 所以说我们 这个工具用下来 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所以说我们 使用这个工具来做 OK 那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工具 给它 先安装一下 对吧 npm install 然后fse -seal 然后我这儿呢 还是 因为我家网络问题 然后我必须把这个 淘宝代理考上 好 我们稍等一下 它应该很快就能 安装成功 好 安装完之后 我们在代码中看一下 应该是已经安装上了 这个插件 以及这个fse OK 安装上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开发了 开发 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 我们需要的这个 模板里面 需要的这个 上传图片的 这个路由的地址 是这个是吧 API UTOS 然后 Upload 好 是这个我们就需要 新建一个路由嘛 然后你看它是API里的 所以说我们要建的 这个API 文件夹下来 然后UTOS 我们肯定是要新建一个 文件夹 叫UTOS 我们不能把它混在 这个User里面 因为它不是属于 User的一个功能 它是一个公共的功能 OK 我们建完这个路由之后 第一步 第一步肯定叫 写住室 UTOS TOS API 路由 好 写上你的名字 首先第一步 我们新建了一个路由文件 对吧 肯定是叫 request 这个 夸 Router 并且去执行一下 然后 Router 第二 Prefix 就是分加一个前缀 前缀是API 然后 UTOS 就是跟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前缀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我们 先写上这个输出吧 这个很容易忘 好 最后输出 然后这里面 我们就定义这个 上车图片 上车程案的路由 然后POST 用POST的方式 然后路由的POST 是Upload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用到什么呢 需要用到一个 login check 就是登录验证的一个过程 因为上车图片嘛 你看我们上车图片的场景啊 第一个是用户修改 基本信息 第二个是 创建微博的时候 需要上车图片 那这两个场景都是需要登录的 情况下 这个上车图片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先不管怎么上车 我们先把这个登录验证给它做出来 还是用我们之前的通缘件 这个login check 因为它是API的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login check 如果是页面的 我们就用这个login reliurex 这个我们上车已经用过 好 我们 就去 mediavirus login checks 把这个通缘件引过来 然后把它放在这来 好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做什么呢 就需要根据我们的文档里面 他说把这个拆件引进来 然后把它作为中间键 对吧 然后他里面有一个 他执行这个中间键 成功的收藏里面有个options options是它的一些配置 所以说options 这个地方可以先不写啊 不写的话 它肯定就是组模型配置 对吧 反正也能实现我们的功能 然后至于这个options 有哪些东西呢 它这个文档中应该是有的 没有的话 可能就是需要这两个 就是上线的目录和这个 是否保存后锐名 这块 我觉得用它的这个 默认配置就可以 所以说我们先这么用 好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quadform 这个插件给它引进来 好 引进来之后按它的规范 我们按照它的说明 我们先执行一下 对吧 好 这个就是一个中间键 这个也是个中间键 这个也是个中间键 好 这两个中间键 就是一键证登录通过之后 并且是上传了文件之后 然后我们接下来 开始写我们自己的逻辑 OK 好 根据它的说明呢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cts request files 可以获取 它已经为你保存下来的文件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 这个方式来获取 这个files 一看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数组 或者说是一个对象 也就是说它支持 上传多个文件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在这个我们面接面中 只上传了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该怎么获取呢 我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 我们定一个file对象 然后通过ctx.request.files 这是它的一个方式 对吧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key来获取 就是这个file 这个key来获取 这个file这个名字 对应的就是这个字符串 它对应到哪个地方呢 就对应到我们前端 上传这个这个地方 上传图片的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这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先去我们 我们说过这个ajack4.upload的 这个方法 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一个ajack4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public下面 public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静态文件目录对吧 这个大家再回顾一下 里面所有的东西 都是一个静态文件 然后这里面 我们有一个myajack4 然后我们看一下upload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定义upload 然后这里面 我们是用这个form data 创建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form data upend 就是添加key是file 然后就像是一个文件 所以说这个file 就是前段的这个 添加这个form data的时候 添加这个file 就对应到我们这个地方的 这个file这个k 所以前后端 这两个地方要对应起来 你如果想改的话 这两个一块改就行了 OK 那我们前段 我们先不管 前段如果有问题 大家可以先去看代码 就是比如说这块代码 就是给我们写的其他的代码 如果有问题 可以先去看代码的 然后看完代码之后 你如果看不明白 你可以在这个课程的右侧 给我提交问题 然后我来给你解答 所以说前段 我们就不同意讲了 如果是有问题 是又单独给我提问 好 获取文件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 把文件给它保存一下 对吧 保存的时候呢 我们先要获取这个文件里面 获取文件的size 就是大小 pass就是它 当前为你存下的了目录 然后name是文件名 type是文件的类型 好 这个里面 就从这个文件里面获取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调用controller 去调用controller 去把这个信息给它传过去 然后从controller里面 去把这个文件 给它移动位置 并且给它存下来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 就要去 把这个controller给它加一下 controller里面 当然我们也需要加一个叫 utl.js 好 先写注释 utl.controller OK 那这里面呢 我们要定一个函数 对吧 sync 因为它是一部的 有存储文件嘛 所有的文件操作 都是涉及到IO操作 所以说它肯定是个一部的 然后sync file 我们定义这么一个函数 它里面需要 接收的参数呢 我们看一下 name pipe size filepath 和之前一样 就是接收参数 如果超过了三个 或三个以上的话 我们就用这种 解雇的方式去接收 原因就是我们 在这个情况 如果去调用这个files的话 我们这个 传算的顺序 可以就是不受限制 因为参数多了之后 这个顺序有可能会乱 一乱了之后 就会出错 对吧 这个错误还不好解决 因为它也不是个bug 参数乱了之后 它不会报错 但是它后面的逻辑 会执行混乱 所以说这个地方坑很多 所以我们必须用 这个解构的方式 去把这个 参数给它获取掉了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就去 处理我们这个文件 就是存储下来 然后去返回一个 什么什么结果 然后最后我们 需要把这个 参数给它输出出去 好 其实输出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散分一下 先把这个路由 这个地方改一下 跟我们之前的规则 是一样的 就是在 我们这个 controller里面 输出的这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调用 然后直接去返回 那调用我们要传三 对吧 那传三需要传什么呢 就根据我们这个 controller里面的规定 需要传name type size和file pass 好 name就是 当前的这个name 对吧 type也是当前的这个 类型 然后size 也是当前的这个size 就是文件等等 然后file pass file pass就是我们 这个地方的这个pass file pass和pass 这个变量的名字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这么写 变量名字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剪写就行了 OK 其实这个地方 这个路由就已经写好了 路由就是这样的代码 然后主要的 当然我们工作还没有实现 主要的地方就在于 我们这个controller 该怎么去写 对吧 那好 那我们就继续看 首先呢 我们要定一个什么呢 我们在这定一个 叫做maxsize 就是我们期望我们的文件 上传的最大的大小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这写一个 1024 乘以1024 乘以1024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文件最大体积是1兆 就是这个单位呢 是比特 就是内存的对小单位 然后呢 这是开币 如果是1乘以这些的话 就是1开币 然后1024乘以这些 那肯定就是1024开币 那就是1兆对吧 所以说根据我们现在 图片的这个体积都比较大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 定大一些 当然你这个地方 如果是自己感觉太大了 占空间 你也可以写个500开币 对吧 那500开币就是这么写 那根据自己的情况 你自己去定义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size 就是传的图片文件太大了 大于这个maxsize 它大于这个1兆了 那我们呢 就干嘛呢 我们就需要返回一个错误信息 就turn new 错误信息嘛 跟我们之前的程度上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 arrer model给它 送进来 哎 好了 这么写 model response model 好 我们返回一个new error model 然后 error model里面呢 我们也肯定是要传一个 错误信息的 对吧 然后也是跟之前一样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找一个 在这里面 upload 文件上传过大 就是上传文件 体积过大 然后我们就 这个信息就可以了 当然你可以自己定义啊 我到里面 这个 error info OK 就是一个图片 体积过大的一个逻辑 对吧 体积过大之后 我们就 不管了 我们就直接返回一个 错误信息就可以了 但这样就完了吗 那这样肯定没有吧 我们说过 我们在路由里面 其实我们经过这个中心件之后 那这个文件就已经在我们的 服务器上了 它会占领力的空间的 所以说我们得把这个文件 给删除掉 对吧 所以说 如果文件体积过大 我们首先做的第一步 应该是先把这个文件 删除掉 删除掉之后 我们再去返回一个错误信息 这样的话 就会对我们的 整个服务器的硬盘 又没有什么副作用 它不会因为我们的一个疏忽 而造成这个硬盘 慢慢的寄了一些 没有用的文件 而且这个文件呢 体积还特别大 是吧 这样的话 我们的硬盘可能 时间长了就满了 所以说我们呢 要 把这个文件给删除掉 删除掉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 我们那个什么呢 inst 这个 我们找一下 fse 就是我们之前 刚开始按的那个fse ok 那写错了 fse 好 那我们找一下这个删除 就这个看在文道里面 删除有没有叫 比如说叫remote之类的 好像弄错了 不是这个 因为我突然发现 这个下载量非常低啊 所以我跟我之前看的 是不一样的 应该是 这个啊 应该是这个 稍微没有开始用啊 这个删不出来了 那么直接从这写了 fs-extra 稍微等一下 我往比较慢 突然之类 好 大家看这个下载量很高啊 非常抱歉 我之前弄错了 之前以为那个就是fse的 应该是fs-extra 就是相对于是额外的一个文件管理啊 所以说我们 这个下载量很高呢 下载量很高 这边它使用的频率比较高 这边它确实很好用 对吧 那我们正好这个要 还没有开始用啊 所以说我们就干脆 关键时间把它删掉 uninstall fse 把这个 删在这个事情删掉啊 嗯 这些没有成功 不管 先不管这个 然后直接去安装就好了 安装这个 fs-extra 然后刚刚 save 把这个 卡上 好 稍微等一下 这个地方非常抱歉啊 因为我 没有把这个名字 搞得非常清楚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转写时间删掉 转写时间 重新 安装一个啊 再次确认一下 就是我们安装的这个fse 所谓的fse 是这个fs-extra 不是我们刚才 按的那个fse 好 按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packed.json文件中 fse没有删掉 所以没有删掉 没有关系啊 首先我们这个fs-extra 已经给按上了 对吧 fse没有删掉的话 我们就可以 从这儿给它删掉就行了 因为我们的packed.json 没有了 然后它 其实 动作modules里面 可能会有 但是我们不引用 也不会对我们 产生什么影响 然后我们提交代码 也不会提交上去 所以说我们不用管它 我们从这儿 把这个fse删掉就行了 我们只留这个fs-extra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也用的 就是这个fs-extra OK 那接下来就可以 按照我们这个 模式去做了 fs-extra 删除的话 是用这个fs-extra 就这儿 我们就简称fse吧 fse-remo 就可以了 remove 它删的是哪个目录呢 就这个file pass 它是个eboot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前面 要加一个wait 你所有的文件 做的全是eboot的 所以我们要加一个wait 好 这就是我们文件 固大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去 首先要把它删掉 这个要特别注意 要不然它会一直 占用硬盘空间 它也没有用 对吧 那就是垃圾文件 然后去把它返回 一个错误模型 这差点还忘了写注释 我们把注释给写上 然后注释这个地方 因为原材上是一个参数 对吧 但是我们的业务上来说 它是四个参数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就给它 增加一下 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strand name 文件名 然后 strand type 文件类型 然后 number size 文件体积大小 然后strand wirepass 文件路径 好 这个地方就是 保存文件 OK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逻辑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执行的逻辑呢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文件 给它 成功的情况下 把文件移动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然后并且把文件的这个 url给它输出出去 并且能保证我们输出的url 是仿佛了一个图片的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